哈囉,大家好! 今天來介紹明日之書的最後一本 叫做《什麼是民主》 大家都知道台灣是一個民主國家 人民有自由、有人權 可以出版言論自由、還有宗教自由 跟中國是很不一樣的 那我們來念念看這一本 他說民主就像一種消遣娛樂 是所有人都可以玩的遊戲 在民主制度下 人們可以愛怎麼想就怎麼想 愛說什麼就說什麼 愛跟誰在一起就跟誰在一起聚會 因為每個人都可以參與 所以每個人都可以做決定 和所有的遊戲一樣 民主這種遊戲也有一些規則 參與的人就要遵守 因為民主的遊戲是大家一起完成的 所以在完成之後 大家要同意眾人的決定 為了遊戲 於是就會舉辦一些選舉 想法一致或是做法類似的人 就會靠攏 形成一個團體 想法不一樣的人也會聚在一起 那些既不同意這邊也不同意那邊的人 同樣也會成全在一起 每一個團體組成一個政黨 政黨就代表整個國家 所想所要或是所追求的事 所有政黨都希望能完成他們認為最重要的事 有些人認為最重要的是 讓所有人都有工作 讓所有的人生活條件盡量相同 讓所有的人都可以上學讀書 讓所有的人都享有醫療資源 但有些人認為更重要的事情是 讓國家更富有 讓國家發展更快 讓企業更強大 創造出更多的就業機會給大家 甚至也有人認為更重要的是 要讓銀行更壯大 只讓那些付得起學費的人讀書 或是設禁列區限制狩獵和捕魚 改善每個人的居住環境 每一個國家都會有保守派和激進派 每一個人都會參與投票 給他們最喜歡最認同的政黨 政黨會向大家發表政見 好讓大家做決定 由哪個人或哪些人來執政 因此就必須有選舉 大家都要參與 大家都要投票 有些國家是18歲以上 有些是20歲或21歲以上 成人才有投票權 投票是一種權利也是一種義務 政府是大家選出來的 因此大家也要接受 政府執政師所做的事 當政府執行政策的時候 人們會漸漸發現 正確的事情和錯誤的事情 人們會留意那些執政的人 是不是誠實正直 是不是真正的民主人士 或者只是裝模作樣而已 因為身為民主人士 要懂得妥協、平等、公正 要贏得光彩或者雖敗有榮 這麼一來四年或幾年之後 人民就可以透過選舉 選擇另一個他比較喜歡的政黨 所以吸收正確的資訊 對人們來說很重要 還有必須要由所有人來共同監督一切 而不是讓一個人來監督所有人 因為要蒙騙人民是很容易的 比方說花言巧語、撒錢拉攏 以及給人民一堆無法實現的諾言 所有的政黨都會參與管理政府 有些政黨有比較多的代表人 有些政黨的代表人比較少 那些有比較多代表人的 是因為他們比其他政黨贏了更多的選票 民主就像是一種消遣娛樂 每個人都可以玩 而且是自由自在地玩 把民主比喻成一種娛樂 覺得蠻特別的 那後面有幾個問題 關於民主我覺得 1.你覺得民主最好的是什麼 A.自由 B.大家共同決定所有的事情 C.尊重所有人的意見 2.你覺得民主之所以能存在哪一個因素最重要 A.有自由 B.有選舉權 C.有政黨 3.你認為在民主的制度下 應該由誰來當領導 A.讓某一人來領導 B.讓所有人一起領導 C.不要有領導人 4.你比較不喜歡民主制度裡的哪件事 A.少數人必須服從多數人所決定的事 B.必須等待下次選舉才能重新選擇 C.每個人都暢主欲言 沒有人可以制止 5.你覺得一個國家有民主就可以運作得很好嗎 可以發表你的意見 那這邊後面有一個後繼 民主的昨日與今日 4.這本書從第一次出版到現在已經過了40年了 1977年讀到這本書的小朋友 當時應該是8歲、10歲 畢竟他們都已經是成年人 而且也已經投票或選舉多次了 但這本書最重要的並不是解釋政黨是如何運作 選舉投票或者國會的功能 而是要討論民主的理念 民主的意義在於參與以及全民 民眾的努力 民主可以比喻成一場遊戲 但它並不是一場有些人贏、有些人輸的遊戲 而是一場每個人都是贏家的遊戲 大家贏得了什麼呢? 我們所贏的那些東西 多數時間裡都沒有被好好珍惜 只有在失去時候才懷念 那就是選擇的自由 選擇我們所生存的這個世界 應該是什麼樣子 我們應該怎麼做 才能和平友善的和鄰居共享這個世界 民主不是從政的人才能佔有的東西 也不是獲得以後就沒事了 每一天每個國家都可以增進 並改善民主的水準和品質 我們必須學習一起合作 以便做出最好的決定 然後慢慢的朝向正確的方向邁進 就是這本書 那台灣的民主是 是經由很多年的努力才走到今天 本來也不能民選總統 然後後來才改到可以 然後把省主席廢掉 我會希望各個專制的國家之後都能走向民主 謝謝 謝謝